從兩名大媽面對的藝術品 看起來相當慌張 等到鏡頭拍到正面 這才發現兩個人手上 居然拿著椅子腳 看到兩個人不知所措 難道是把椅腳給踩斷了嗎 兩個人拿著斷掉的椅腳 不知道該怎麼辦 看看大媽先前的行為 穿著粉色上衣的大媽 直接違規攀爬 踩在椅子上拍照 右邊那位真把藝術作品 當椅子座 完全無事於立牌規定 就這樣把椅腳給踩斷了 不管有沒有貼 你一看就知道 它是蠻脆弱的東西 你就是純觀賞 就不要去碰觸它 不好的個人機會 我們不要學 那種也不太可以爬 爬也是很容易斷 擺設在伯厄特區的裝置藝術 取名叫做椅子月普 由1137張客桌椅 蓋成的圓形堡壘 只能夠欣賞拍照 不能攀爬 讓網友認為太扯了 這可以爬嗎 大媽你幫幫忙 別這樣習慣就好 要是大媽摔下來 還會要求賠償呢 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這種人 好好的藝術品一定要去破壞 還以為是在拍美照 要求賠償復原 針對作品破壞 維修的費用進行求償 裝置藝術只能看 不能碰拍網美照 也該遵守保持距離 不然破壞了作品要賠償 恐怕藝術無價金額無上限 記得葉振宇 精神智慧高雄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